百度发布2020年轻人消费搜索大资料 将目光聚焦当代年轻人的消费上 从新奇体验、消费观念、消费升级等多个角度 呈现出一份高质量、有深度的后浪消费报告 大资料显示 2020年年轻人消费相关趋势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 直播购物和储蓄理财分别上涨167%和46% 云端休闲与健康养生分别上涨57%和17% 开端节流未雨绸缪成为他们今年热捧的生活哲学 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提升 年轻群体对精神生活与新奇体验的兴趣也在大大增强 头皮养生、汉服体验等等 他们在玩转新奇体验的同时也十分注重精神享受 金融人对某种咖啡馆这一新奇体验充满热爱 城市师和公务员最爱的分别是头皮养生馆和压力发泄体验馆 作为互联网支柱角色的运营人最喜爱的则是汉服体验馆 宅在室内 但这并不能阻挡年轻人不安分的内心 百度搜索大资料显示 有什么适合在宿舍做的十字秀 什么样的素食面适合用板楠跟炮 全国十大螺丝粉等问题成为2020年购买相关问题热搜TOP5 千斤难买我乐意的动力趋势下 年轻人充满个性化的月季型消费正当时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2020年变得更加特殊 走在时代前端的年轻人也在这一影响下悄然发生了改变 精致理性的标签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自主掌控 自主定义的消费态度 这个群体正在以愈发庞大的能量影响着整个市场的潮流与趋势